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了不起了 对 所以他现在做节目完全不做准备 我也说不着他 我是接受采访 你是不是现在把哥们当成扶贫对象 每次来做节目 没有 我们要做一个高尚的人 一个纯粹的人 一个有意义人民的人 对 没错 这真正是见过 这就叫公共知识分子 对吧 上电视节目 对吧 给钱不要 对吧 我是公益 对 不有人在网上做了一个大数据吗 说强强去年的嘉宾上的次数排名 徐老师是第一名 对 然后大家说看今年你还能不能第一名 当然不行 对 一算钱就不行了 不要钱来的就少了 当然咱们今天要说另外一个硕果仅存的 那就是咱们科学界的硕果了 对吧 杨振宁先生 伟大的杨振宁先生 又引起了伟大的话题 说一些人持续对杨振宁进行攻击 很多人表示这个想不通 尤其是在最近 说杨振宁老人以95岁高龄 凯然放弃美国国籍 然后加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成为中科院的这个院士 就是专门为了他 还有一个叫姚七智 对 就搞计算机科学的 专门为了他听说这姚七智呢 也是老杨拉回来的 不是杨老拉回来的 他七十 他七十吗 对 对 杨老94 95 国家专门为这两个人 专门做了一个规定 就是说这种外籍院士 怎么怎么怎么程序 成为这个 这个国 中国院士 那你注意到没有 他们俩其实不是现在转的中国国籍 是15年两个人同时转的 然后呢 是17年 就是现在是因为要从中科院的外籍院士 转成中国籍的这个院士 这个新闻才出来的 不 不 准确的说 杨正宁放弃美国国籍呢 是15年4月1号 记住这个日子哦 于云节 是我们枪枪三人行的生日啊 对 也是张国荣的忌日啊 对 你看 一个养老这个会选日子吧 养老这一辈子精于选 判断时机啊 我认为是聪明人的一个能力 我见过他在中文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所 我记得若干年前 我我记得他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 他说你们别看我说得什么诺贝尔什么 什么科学的奖啊 我就是不会计算 我早早的把香港的房子卖掉了 他说我要是不卖掉的话 我现在什么什么什么 我记得他当时把我们讲 因为在座的那些那些那些大学的教授啊 没几个有房子 全都住大学宿舍嘛 所以他就在安慰 说你看你们说我会算 我哪里会算 我房子早早卖掉了 我就印象很深 而且呢 这个我记得我也 当面受教 对 我也讲过养老的一个段子 但是我是根据一个回忆文章 就是说他为什么搞理论物理 就是说这个人 要不说大科学 这人的天分啊 真的是都会有偏差的 就是说 他动手能力不行 据说 就是说小的时候 他父亲养五支嘛 也是个大学者 复旦大学的 对 说据说小时候 就说流传过那样的段子 说杨振宁捏了一个鸡 就拿个鸡 捏了一个鸡 给他爸看 他爸说 哎呦 这个土豆真不错 然后说 后来 当于我小时候会捏尿泥 对这个动手能力 跟跟于怀 泥人豆 勾起了我捏豆的回忆 而尿泥 后来呢 就是说 据说他到了美国 是吧 是在普林斯顿 是吧 听说也有那样的一个段子 就是说那个实验室啊 哪里有爆炸 哪里就有杨振宁 就是说他原来做实验室 动不动就炸了 对 所以最后他的导师劝他 就是你还是搞理论 比较好 要不变成恐怖分子 当然这个就拿养老打查 都是笑话啊 但是现在真的是 按说今天的事 你猛一想 好像觉得 哎呦 这是好事啊 爱国 而且是说明国力增强 国力增强 对吧 祖国 而且据说养老 还是说这是 圆了他一个梦 他就说他父亲至死 好像都耿耿于怀 对他当年 他父亲那一辈的人 更加爱国了 就是对他当年入美国籍 对吧 感到很很伤心 那么而且你看 他在清华还是在哪 我不知道在在 反正在国内住的那个地儿 就叫归根居 你看有没有 不是说三个大师楼吗 说盖了专门三栋别墅 是给他们三个院士的 就叫大师底 好像是 落叶归根嘛 他是不是有这个考虑 我不知道 但是呢 为什么网上 对他就是 所以有些人就是说 我闹个清 为什么总有一些人 特别讨厌杨俊宁 或者说 你觉得是为什么 我觉得吧 好多 因为他有一些传闻的事情 到现在大家都不知道 真的假的吗 好多问题 比如说你刚才说到 计算这个事情 我就想起来 那个李正道 他也写过 就是那个李正道 当年一起跟他得 那个那个 57年 1957年 后来两个人 就是分到扬镳了 对吧 那他就讲过一个细节 说是呢 他们就很年轻的时候 他们就租着车 大家出去玩 那么出发之前呢 那个他们是三个人去的 那杨正宁就说呢 我们三个人一起凑钱 把这部车子给买下来 我们自己去玩 那回来以后呢 不知道怎么又叫 这个这个李正道 一个人出钱 把车子买了 说这个李正道说 想了半天才明白 他这个账是怎么算的 就说他特别精于计算 这个是李正道的 这个书里面写的 但是呢 我相信杨正宁 其实他一直的这种 家国情怀 好像是非常深的 你可以看一个是他爸爸 那个时候说的话 他一直说他加入美国 其他很 就是非常的挣扎 他年轻的时候 他参加过保这个保调 还有呢 前几年香港那个时候 就有一些这个风波的时候 杨正宁出来做过一些 就是公益广告嘛 他们就选了几个华人代表 在那个就那个时候 巴士上面都刷着他们的脸嘛 反复在播的这种 就是说他作为一个 当时还应该是外籍吧 我想这个华人来说香港不能乱呢 要珍惜这个祖国等等 都是所以他这个家国情怀 一直是在那里 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情怀 以至于前几年 不是关于大学教育 好像他甚至还说 中国的这个大学本科教育啊 是最好的 那意思比美国还好 后来呢 也有的他的这个同行 就向他提出了警示 就说这么说不太合适 当时引起这个争论 对他有时候说话 我觉得他有点就是他们那一辈的人 他们处于那个环境里面 他是那样想的 你似乎可以去理解 但他放到今天的这个语境里面 很多人觉得他好像太隔离外面了 不知道现在在发生什么事情 环球时报有篇文章 就是我题目叫 你们这样说杨正宁 问过邓家仙吗 就是这个整个文章是替杨正宁辩护的 我觉得他这个文章很重要 因为重要的在我看来这个事情重要的不是杨正宁 而是中国的网民的这种情绪 他觉得你们为什么对一个爱国的老人 有这么就是很刻薄的这些评论 就是说他你回来享受老干部待遇了 你这个想百年之后见了邓家仙 邓家仙会对你说老杨 你这个你不是说不回来吗 什么这些这些 因为他们当年是同学 当年邓家仙是在美国一拿了博士就回国了 造原子弹了 但是杨正宁没有回来 这个解释很多 据他自己曾经说过的解释就既有 比如说他研究的这种理论物理 好像在美国的研究环境 比较好比较合适 再有一个甚至他好像什么时候 还曾经提到过一个理由 就说那个时候好像美国是不是 有一规定就是说呢 你这个凡是搞这个行当的 就是这种高能物理啊 这种的好像是学到某一个程度 就是不能够回中国 但是后来也有人说没有这个规定 因为当时照样有人回了 这里面要搞清楚中国 他加入美国籍的时候 他持的是台湾的中华民国的国籍 所以他其实后来呢 他一直是双重国籍 美国是默许双重国籍的 所以他加入美国国籍 他其实并没有放弃台湾 但是妙的是他的父亲呢 49年以后呢是留在上海的 换句话说小孩在台湾去了美国 父亲是全家的 以他父亲这一辈来家是在上海的 就是在所以这个讲中国的时候 人家会发生误会 就现在年轻的网民搞不清楚 以为他原来是大陆去的 加入了美国 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然后呢很多 环球时报批判的 就是说现在很多年轻人呢 说杨振宁 这个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说这个美国的院士只是荣誉 中国的院士有很多好处 那么呢环球时报指出呢 说他这个回来主要是荣誉 主要是一份爱国心 不是为了钱 这我也非常相信 我只有一点呢 我对这个环球时报这篇文章呢 我有点存疑 他这样说 他说杨振宁呢 他说他这个在中国的知名度第一 不去讲 他在全世界呢 他是爱因斯坦跟费米之后 第三个物理权材 就全世界第三人 著名的霍金先生呢 可能配不上给他提鞋 哎呦 这我就有点 霍金先生也提不起谁的鞋 霍金也是提不动 我们都只能帮霍金老先生提鞋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我存疑了 因为我不懂物理了 说是他是世界物理第三人 霍金只配帮他提鞋 不是 这个 一方面呢 我觉得我们评价这种问题啊 我们是失能的 对 因为你连懂都不懂 你何以评价呢 但是我只能说我读过的看法 也的确 他这个说法也不是虚说 也有人这么讲 就是 就是说这个 实际上杨振宁在这个理论物理方面的 这个造诣啊 的确是极高 而且的确有人说 说二十世纪 呃 你要说这个理论 一个是什么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再有一个是量子力学 第三个就有人数到 就是杨米尔斯常论 杨米尔斯叫什么规范厂论 这个杨 他搞的这个东西啊 高深到吧 可能连个研究生你都未必能够 因为他那个比那个研究生的课程 还要就很难理解了 已经就懂 对 说爱因斯坦跟他们俩有见过吗 跟那个跟杨真宁和李正道 对 然后之后就是祝福他 我估计是爱因斯坦也没听懂 反正就是他们有见过 应该是对对他们还是很少 这个描述里边啊 很多描述里边 你都觉得就是春秋笔法 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他是有意无意 就是说呢 李正道和杨真宁俩哥们 小哥们一块做研究 然后爱因斯坦见他们 谈完了话之后 这个爱因斯坦呢 特别说谈完了话之后呢 爱因斯坦握李正道的手 说希望你将来在物理方面又造就 咱们继续下广告 枪枪三人形广告之后见 咱们继续下广告 其实我还是觉得对于一个人啊 他一辈子的这种选择和命运呢 我们这种掌握信息很少的去评断去论断啊 是有点太轻调了 我觉得我们现在关心的点 不是杨真宁本身的选择 而是社会舆论对他的这种反应 对不对 这就有意思了 你比如说有一个社会舆论啊 有一个文章就说 他的原因也是挺娱乐啊 说是呃 其实在跟翁藩结婚以前 杨真宁一直是中国的香波波 官方青睐民间追捧 中国第一个得诺别奖的大科学家呀 光芒万丈 亮瞎我眼 但自从2004年 82老翁娶了二八小妹 杨老先生的民间一下就成了臭鸡蛋 就说这股反洋势力被称为伦理派 但我觉得这个伦理派没什么理 就是说这事现在 你喜欢不喜欢是一回事 那你他是合法婚姻吗 婚姻法有规定年龄这个差距吗 就是我觉得这个咱有理性的人就不必谈这个问题 可是呢 有的时候 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呢 的确是有这么一个现象 就是说啊 摆到桌面上的理由 这个人都没有什么不好 可是呢 你跟他交往 他有些挤没弄眼啊 还是有一些 就是一些小的地方 其实就是这个人的范儿 这个人的这个为人处事的很多风格 哎 你就觉得讨厌 你就不会跟他做朋友 这也有一种 所以说你比如说我也注意到 有一些所谓不喜欢杨振宁的人 他们往往都提到一个字 说这个人太惊了 嗯 然后以至于有一个写文章泼他脏水的人 我就不说这个作者是谁了 但是我说的肯定是人家文章的这个原话 他就这么调侃杨振宁 他说呢 我也这个这个 很也是个老人了 有一次我出席一对小夫妻的这个什么 婚礼 我就跟他们打趣 开玩笑 就说你们将来要是生个女儿啊 我可等着啊 然后人家新娘就说你这个老流氓 你怎么能说 后来他说你就是生个女儿 将来长大了跟我相差的这个岁数 我也破不了杨振宁的这个记录 然后他就说啊 他说结果那个新娘啊 新娘也是好像也是清华的 说新娘啊 这个特别会讲话 他讲了一句很绝的话 说新娘就跟他说 说爱 就是说 首先呢 这个叫什么呢 呃 你要是 就是 你要是像杨振宁一样精啊 你您哪 也不会看上我们女儿 但是 您要不像杨振宁那么精呢 也没人会叫你 我不是 我们的女儿 也不会看上你 当然他这个都对于属于有点人身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造谨人家的性质 但是我就注意到 为什么有些人 他们这么来想事 就是想 就是他这人太精 但是具体说他是精在哪呢 我觉得你看吧 咱们从专业角度 刚刚咱们刚说了 就是物理学 咱们都没有办法去判断 他到底怎么排名 所以很多人看杨振宁 就当拿他当个社会名人 对吧 就跟你说任何什么电影明星的八卦是一样 把当做现实中一个人 然后呢 觉得哎 为什么这个人每次的选择都是对的 我觉得他 这样你也是跟人着急吗 你也没事 你不能因为你每次都是错的 不是我 我说有的人他会这么想 我这记得很清楚 他跟我发言 讲得很真实 虽然这是没道理的 但这是很真实 真的很多人 有的人就说 这小伙怎么没 吃都搞堆了 大家就很恨 我听到他说 比如说我们常犯错误 对吧 某一个同事 他每一次他买房卖房 都是那个房价最 什么最低买了 最高抛了 人家也无可厚非 这就有人就说 你看他怎么都怎么样 说明这人惊 这羡慕激动恨 国民情绪当中的一个主流 这个是比较正常的 我觉得 当然咱们也可以看看这个照片 看看杨振宁 他是不是长得很惊呢 这是 我觉得对我来说 那怎么也是伟大的科学家 对吧 人家知道的不比咱们多 对 人家懂都不懂 人家搞的这个学术 然后你再看下边 这就是57年诺贝尔奖排名先后的这个争议啊 这据说这也是华人科学史上啊 这么很很大的一个故事 就是杨振宁 李正道 这是当年杨振宁比李正道大四岁 对 这个你再看下边 这个 这也这也有人八卦 说是就是就是说杨振宁 为什么喜欢翁帆呢 据说啊 有一个传说就特别像他的前妻杜志里就杜以鸣的女儿杜志里年轻的时候的这个呃 样貌 哎 徐老师看 这样说好像不不不不 这些是好激动 但是这样说很对翁帆不太 呃公平 公不太公平 好 我因为你长得像我原来那个在 我想这是别人说吧 不为他自己说的吧 嗯 但我不过最近看材料才知道翁帆跟他结婚28岁之前已经有一次婚姻的 是不是 但是不太开心嘛 哦 是不太开心 对对对对 跟他养老就开心了 嗯 我听说他们圈子里面说对他们两个人还挺认可的啊 就是好像他们俩还是挺低调 然后相互之间挺挺默契 民间情绪嘛 大家都是有点议论的 这个是肯定 理性上嘛 就像你说的 谁也谁也没什么好玩 而且你看现在事实证明他结婚已经十几年了 都相安无事 生活幸福95岁了 现在婚姻能维持十几年都不容易了 都属于道德改模了 对不对 人家现在也过得挺好 对 我觉得的问题 癥结在什么地方呢 我觉得癥结是杨振宁的原来是统战对象 你知道我们中国啊 对待看待人物啊 其实是有三种 一种叫自己人 邓家仙这种叫自己人 文革当中哪怕被批判受委屈也不能抱怨 因为你是自己人 但是再重要的事情我信得过你 第二种叫朋友 统战对象 杨振宁就是啊 你知道你看杨振宁毛泽东还接见过他 对 这个接见是这里一个沙发 那里一个沙发这样的接见啊 你要是自己的科学家 不是这样接见的 排队排在大会堂 你明白 领导人跑来 你们要先排几个小时 然后最多让你坐在第一排 这叫自己人 那个他这个什么代表周恩来跟他接见讲五个小时的话 所以所以是一个把他作为海外统战的一个关键人物 一个一个科学家 当然自己人统战对象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敌人 杨振宁的一生的情况呢 这次的行为呢 就是从统战对象变为自己人 一从统战对象变为自己人呢 道德评判的标准很多东西都变了 你不知道明不明白我讲的这个意思 如果是统战对象 你多大年纪取多大年纪的人 这根本我们没法来评论 我们都原谅了 你看你这是外国人 你是有名人士 可一把你当自己人的话 这个标准就不一样了 你能想象我们的一个高级干部 或者我们自己的一个科学家 82岁娶了个28岁 我鼓励啊 有啊 没什么不可以 没有他那么远 但是差几十岁有啊 我告诉你 如果你是党内的一个高干 你要提出82岁 你要跟 假如说你 不是没有那么大的差距 你要这样做的话 有关部门就会劝他 有人要做检讨 做声明 我觉得党内的高干 这个就有点像政治家那种类型的 他有他专门的一个规矩 但是你要说科学家 学者 我认为 举个例子听听 我觉得态度就不一样 你不明白 就是说你如果是组织部的人 你是自己的人 你是我们当中的 你是标杆人物 人家就会跟你考虑一句话 考虑一下影响 但是你是客人呢 这个绝对就是你的自由 你再不一样 我们也尊重你 许老师 你这么说 就有点你是把他当成你们学校教授了 这是说他关于他跟翁帆这个婚姻 社会上的这些议论 在当年他们结婚的时候 我就说2004年的时候 就在民间就已经非常沸腾 对呀 我就说民间的沸腾呢 说明他们把杨真宁当自己人 因为他已经住在北京 而且他取的是我们内地的一个研究生 你明白没有 这个议论 其实就已经是把他当作自己 换句话说 我们来说 如果是霍金或者是美国的一个科学家 他有这么一个婚姻的话 中国老百姓没有这么强烈的反应 是吗 我觉得刚才徐老师倒是 就是提醒我 他刚刚说的自己人和外国人的转换当中 就有一点 大家可能为什么会对他有所非议 觉得他靠近了 他靠近了我们的政府 我们的权力中心 在我们的概念当中 我们的政府和权力中心掌握着很多的资源 你别说他了 你如果就是一个学校里面 谁加入个什么组织 说怎么样 有时候大家都会想 他为什么 我总是觉得他动机不太纯 因为你是靠近一种利益 一种资源 他们是这样来看 这个里面就有 你刚才讲的语境这个问题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看这个老话说呀 这个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 但是我觉得现在用新鲜词说 我觉得其实君子是一套算法 小人也是一套算法 我现在就觉得 你看君子的算法 我不懂 只能尊敬 因为我不是君子 但我就试着说 有这种小人不见得 就是说是很差的 老百姓 普通老百姓 你看他也有一种算法 就是你讲的 他比如说 说杨振宁 那个时候祖国穷的时候 邓家先回来了 谁回来了 你可没回来 你还加入了美国 这不是我讲 是某些网民讲 对吧 然后呢 这个时候到老了 这个待遇也好了 祖国也有钱了 祖国也强大了 对吧 这是一个主流的民间 然后呢 你这时候回来 真的意思 这个安享胜利果实来了 你看这是一种算法 但是我觉得 杨振宁的算法 肯定不是这个算法 就是有没有这个因素 我不知道 但是呢 你比如说 咱也还有一种算法 就像有人说 说当时不回国 也得想想当时的政治形势 比如说 他的老婆 可是杜玉明啊 这当时淮海战役的 就列为战犯的 这个杜玉明的女儿 国民党将军的女儿 而且你讲 他当时还是个什么 台湾的一个身份 然后回来之后会怎么样 从事实上看 如果回来之后 他的命运又会怎样 就很难说 也许就对两弹一心 做出新的贡献 可能 假如回来就很早 自己人 不我还是 刚才那个讲法 我没讲完 我觉得小到杨振宁 大到港台 海外华侨 从统战对象 转为自己人的过程 好处是 我们的官方 就会很帮你 你看这次杨振宁的事情 人民日报啊 中国网啊 环球全部都帮他 但同时呢 民间呢 民间这个东西 有合理成分 也有非理性的成分 就会用自己人的标准 来要求你 包括要求 华侨啊 等等等等之类的 不过另外刚才我得到的一个信息 这是我知不知道的 我听他说中国国籍是非常难加入的 对其实我们一直在讲 就是杨振宁加入中国国籍 但是中国的国籍基本上是邀请你 你才能加入的 自己申请的外国人基本上都没戏的 中国一年才发出不到两百张那个绿卡 就很多那个外国人 而且那个绿卡据说还不大有用 很多地方不管用 对的对的 你只是君 你只是住嘛 你那个中国护照是没有的 很多人 所以你外国人要变成中国国籍 以前成龙不是在 穿穿三人星做过节目 讲过他儿子 他为什么还没有放过 没有放弃那个美国国籍 因为申请中国国籍太难了嘛 所以就是说 一定是中国政府邀请他 转成中国国籍 你才有可能拿到 特殊的带领 哪里那么快能转 你看我们13亿人民 身在国中 有很多人还不自于 对 当然其实我觉得 科学史上还是有一个 就是说他们俩这个诺贝尔奖 到底是应该李正道排在前头 还是应该是杨振宁排在前头 据说这两个人的恩怨呢